欢迎来到我们的UZNOW本命法律第一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 大家好,我是王志明律师 专精车祸及人体伤害索赔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发生车祸之后 如何选择车祸律师 首先因为车祸索赔 涉及的问题非常的复杂 而且保险公司会通过各种方式 拒绝承担赔付责任 或者是说尽力的去减少赔付的数额 所以呢,第一时间请车祸律师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选择车祸律师的时候 应该怎么选择呢 需要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呢,不要聘请所谓的万金油律师 而是要聘请专精车祸及伤害理赔的律师 那么什么都做的律师呢 往往在车祸理赔方面经验非常的不足 而且呢,他们的资源非常的匮乏 对各大保险公司的索赔的流程和策略并不熟悉 所以呢,他们最终帮你拿到的赔偿的数额 往往会不高 所以呢,这样对你是不利的 那么专精车祸及伤害索赔的律师呢 不仅经验丰富 而且对各大保险公司的索赔的流程和策略 非常的熟悉 能够针对你的案子提供 比较个性化的方案和这个法律支持 那么他们也往往更加得到保险公司的尊重 所以呢,最后帮你拿到的赔偿数额 往往会更加的合理,更加的公平 所以呢,一定要请专精车祸及伤害的律师 不要找做很多业务的律师 第二呢,在选择车祸律师的时候 一定要看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 那么专精车祸的律师呢,是风险代理的 也就是说,不赢不收费 只有你的案子拿到赔偿金了 那么才会收费 如果有的律师说你要先支付一笔律师费 或者是说按时间来收费 那么这样是不对的 你应该马上挂掉电话 千万不要在没有拿到赔偿金的时候 自己先出了一笔律师费 第三点呢,你要看这个律师是不是有出庭的经验 因为保险公司最怕的实际上是有出庭经验的律师 所以呢,你在选律师之前呢 要看一下这个律师的资历是不是曾经出过庭 是不是有丰富的出庭经验 那么如果说完全没有出庭经验的话 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 因为保险公司的确是要看律师的这个经验和资历的 那么经验越多,资历越深的律师呢 往往帮客户拿到的赔偿金会更加的合理 第四点呢,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律师在网上的评价怎么样 比如说Google,Review,Google上的评价 或者是Yale上面的评价 因为上面有很多他之前客户给他留下的真实的评价 那么你可以根据真实的客户之前的评价呢 来做出你自己的判断 如果一个律师有非常多的网上的五星的评价 这样的话你就大可放心把这个案子交给这样的律师来处理 口碑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以上四点就是我对大家选择车祸律师的建议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